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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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小哥的繃迹视频 今天的小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音乐家 一个钢琴家弹奏的一首 《我好想爱这个世界》 我觉得这位OSCAR弹的真的是 他有感觉,他有feel 我真的没有分享过其他伴奏的 大哥的歌曲来分享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实在他弹的太有灵魂了 我觉得真的很好 重点呢 大家的弹幕很有趣 所以我们就来欣赏这个音乐 一边来看大家和新人留下的弹幕 OK 打声一点 怎么样 那个弹幕很多 然后写的都非常非常的有趣 他们的心声 我记得以前的弹幕都是在影片的上方 这个很特别 他可以在人物的后面 不会把人脸给遮住 你看大家都非常有趣 爱战 好听 在哪好听 很顺又很舒服 哎哟 还有一点一点小跳皮的感觉 咱们 有 一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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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回来留下午的谈谋 没有留过 看有没有截出来 打错字 越来越后面越有层次的感觉 有啦 上面有没有 有框框那个 这边全部人都说我想哭了绝了鸡皮疙瘩了 这首歌曲 这样玩起来真的是很 听起来很舒服 很舒服 不但很舒服呢 但是呢很奇怪 它虽然听起来舒服 很清晰 但是怎么突然间听起来 这首歌曲变得非常的悲伤的感觉 它这首歌曲 它前面的演奏起来 你的脑袋里面就会回想到 大哥所有经历的过程 就前面一段 它后半段呢 就演奏得比较有铺陈 就是一层一层往上叠 我觉得那边在弹的 真的是非常的好 而且它搭配那个bex中低音 真的是很强 然后每一个按下去 那个剑扒的感觉 你就会蹦一下 你的心情好像就被波动一下 那种感觉 蹦蹦那种感觉 你就会蹦蹦蹦那种感觉 所以你可以看到 谈幕上面的所有人的留言 就是绝了 哭了 那一段我觉得 真的是很容易打动人家 那一段呢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容易 从这首歌曲传递出来的感觉 我们真的很容易可以接受到 那一份感动 我觉得还蛮强的 所以我们听到懂音乐的人 知道音乐精髓在哪里的时候 它弹受出来的感觉 就是特别不一样 它真的会让你在旋律上面 伴舞 你懂我感觉 就是以前有人常常讲说 听到它的音乐 好像我们就是 飘在空中啊 什么之类的 我们觉得说 你在放 听音乐就是听音乐 哪有那么多废话 那种感觉 现在听完这首歌曲 大家应该都懂了 真的是会伴着 大的旋律里面跳舞的感觉 飘在空中的感觉 就是很舒服 但是又很悲哀 我真的是 两种感觉在交叉 所以心情也还蛮复杂的 但是整个曲子弹起来 真的是让你很回味 然后又觉得很怀念大哥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最近还有一阵子没有出来 所以觉得 缺少了什么这样 好那这个影片就分享到这边 拜拜